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主播的翔宇 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 今天整体而言 台湾上空的雨量都是比较偏多的 白天东北风略有减弱 因此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降雨情况 稍有一些缓解 不过在中南部 由于雨量比较偏多的关系 高温倒是上不去 所以整体而言全台湾的天气 今天都是满阴的 多云时阴的这种天气形态 后续来讲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来讲 东北风又有一个短暂的增强 在短暂的增强的东北风影响之下 北台湾东半部都又有一些震雨的机会 后续到了周日的时间点 又会慢慢的恢复稳定了 下一波的天气变化 评估就是在下周二 封面建立并通过北台湾 后续就周三的东北风南下 是蛮明显的 目前评估都有来到大陆冷气团的等级 下周三有可能北台湾出现 13至14度的低温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到了 预估是这一波冬季以来 最冷的一波冷空气南下了 来看到的是今天的预报 评估在今天晚上开始 东北风又有一点增强 北台湾东半部的降雨情况 又会稍微多了一点 但后续东北风又有逐渐减弱的趋势 这个时候降雨的情况又会变得比较少了 再加上水气溢注的比较少一些 西半部渴望又回复成 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 后续的天气变化就要等到下周了 在下周一是这种风前的环境 下周二封面建立并通过北台湾的时候 带来一些震雨 而且后续的东北风南下 其实是蛮明显的 可以看到在封面建立通过之后 周二的后半天 以及到周三的时间点 冷空近南下 全台可以说是降温有感 目前这波冷空近南下的趋势是蛮明显的 请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来看到的就是降雨的分布图 评估在今天晚上 东北风增强到明天的这段时间点 北部以及东半部的云量 还有雨量都会有增多的现象 出现一些震雨的情形 不过这个震雨的情况到了周六周至的时间开始慢慢缓解 风向逐渐又变成偏东南风了 台东以及屏东的朋友们要留意到又有一些震雨出现的机会 后续来说水汽可以说都是被挡在东半部 以及北半部的云量比较偏多而已 西半部接下来还是有机会在周末的时间又看到阳光了 这代表的就是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了 来看到的是气温分布 在温度分布来看到的话 刚刚说到东北风增强后续又变成了东南风 因此气温就慢慢的回升 在周末的时间点 北台湾的天气会逐步的回稳 不过回稳很快在周二 东北风南下气温会很快速的下滑 目前评估在周三的气温还有下修的空间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到了 中部地区的朋友们要留意的 就是日夜温差比较大了 评估降雨的几率会比较低一些 但是日夜温差大的情形 有可能会超过10度 请大家要特别留意到 在周末的时间点白天很晴朗 但夜晚感受是蛮凉的 在南部的朋友们 同样日夜温差也是比较偏大一点 而且下周二周三的东北风增强 也是有影响到南部 请大家一定要预先做好准备了 来看到的是今晚的预报 今晚评估在空气品质方面各地来讲 中部云嘉南以及高平空敏区为普通的等级 到了明日的上午 受到刚刚提到的东北风增强 北半部以及东半部都出现了一些震雨的状况 气温来讲也会稍微比较凉一些 风气品质受到东北风增强 北台湾有机会出现普通的黄色灯号 到了云嘉南以及高平空敏区 也有黄色灯号等级出现的机会了 最后几点重点提示提醒大家 今晚到明天东北风略有增强 因此北台湾东半部有一些震雨的状况 气温也有一些小幅的下降 在中南部则是天气比较偏稳定 而且日夜温差比较大 评估中南部这种稳定的天气 要持续到周末了 建议大家特别为下周 很明显的即将有变冷的趋势 尤其在周二周三 预先做好准备了 以上是今天的天气预报 最后来让我们看到详细的天气预报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